西蒙海耶出生于芬兰一个小镇,在1925年加入军队,当纳粹德国于1938年4月入侵奥地利后,苏联以保护西边边界和列宁格勒为由, 向芬兰提出了交换领土和宿介军事息地的要求,芬兰担心苏联站了不缓,所以便拒绝了苏联这一要求,1939年11月30号,苏联突然对芬兰发动了进攻,因为这场战争是在寒冷的东西进行的,所以使学家将这场战争称为东战,在东战的过程中,芬兰为了对抗苏军,不仅出够了坚固的军事,与苏联展开了反击战,阵地战和消耗性维坚战,而且还利用有利地形,对苏军实施了柴队战术,而就是在 在这种战役中,狙击手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,西蒙海耶加入的是芬兰滑雪部队,因为他早期的猎人经验,所以对丛林战和狩猎战十分熟悉,他穿着全白的迷彩服,趴在零下20-40摄氏度的学历,没人能发现他,他使用的武器虽然是帝国时代的孟西内根的步枪,但却能在700米外拒杀敌人,当他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拒杀了542名苏军后,白色死神的称号响彻苏军,当然,常在河边走哪儿能不吃鞋,在1940年的一场战 战斗中,西蒙海耶被子弹击中下额,关穿所闹,在倒下前,他还在瞄准,大家原以为西蒙海耶必死无疑,没想到他却挺了过来,战后从一等命荣舍上